天气冷不少人就爱泡杯热茶暖暖身 有人甚至嫌弃白开水没味道 无论是手摇还是罐装饮料 一天就是一杯 长期喝茶到底会不会引发圣洁石 网路上也掀起不少讨论 现在食药署证实过量确实有风险 摄取过多的草酸跟钙 你造成体内草酸跟钙的浓度过高 然后一旦水分摄取过少 会造成有这个环境 那就会容易形成涉及原石 但并不是单只喝茶 还要考虑钙的摄取量 像是菠菜 杏仁 巧克力 属于高草酸食物 如果同时间又摄取大量乳制品 芥兰菜就会在体内形成草酸钙 加上水喝不够多才会引发钙结石 高钠饮食 高蛋白 高普林的饮食 或者是它的用药治疗的 有维生素D跟维生素钙片 跟维生素C的部分 爱吃重闲喝啤酒 或是冬天最爱的火锅 民众都得酌量 否则不止节食 恐怕也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建议每天至少喝2000cc以上白开水 就能轻松代谢 大家新闻周晨 叶宜玲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